的确近两年来 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 是处于持续冰冻的状态 我们如果回想一下 放在十几年几十年前 北约还曾经提出过 接纳俄罗斯为伙伴 我觉得在现在的情形之下 再去看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我们都知道 俄罗斯和北约关系的冰冻 始于前些年乌克兰的事件 自此之后 北约不断的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 去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 尤其是我们看到今年之内 一方面 北约频繁的拿俄罗斯人权的问题 做文章 认为俄罗斯通过各种政策的手段 去打击持不同意见者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是干预了俄罗斯的内政 另一个层面而言 我们看乌克兰方面 不断的表示要加入北约 北约也似乎准备开放胸怀 接纳乌克兰 这是断然俄罗斯所不可接受的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 俄罗斯处于自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考量 跟北约之间 确实这种持续冰冻的状态 是很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的 尤其是近段时间 我们看到 北约没有任何理由的遣返了一部分 俄罗斯驻北约的代表 一些工作人员 吊销了一部分工作人员的工作证 同时压减了对方派驻北约的名额 所以这一次俄罗斯所做的举动 就是对北约前一段时间的做法的一种反制 所以如果双方你一拳我一脚 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不要说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关系转环 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加码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 需要北约能够释放出相应的诚意 让俄罗斯不必感受到国家安全 受到了威胁 感觉自己受到了包围 才能够使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 做一定的转环 有人说在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当中 北约是一个绕不开的坎 避不过去的一个结 的确如此 在这方面 如果双方的关系不能够做一定缓和的话 我想俄罗斯和西方改善关系 恐怕也是一句空谈